这种表不管怎么样 它其实都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一堆数字 所以建议各位 应该把它换成是一个灯号显示 尤其是它会特别在意的是红色灯 不过我觉得我们还要再算一个函数 也就是去标注它到底是成长还是下降 就是衰退 所以我必须要赶快来去算这个销售额成长 滑鼠右键新增量值 这边叫做销售额成长 销售额成长率 是不是销售额今年减去销售额年平均 所以就是一撇我要告诉你 有时候你输入这一撇 它不会出现 你这时候就按一个空白键再往前删 backspace就可以做输入了 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选择金棉的销售额 所以tap键 减去谁 一撇 你看又不出来了 这时候怎么办 空白键再往前删 因为刚刚是因为记忆体不足 好 然后接下来选择销售额年平均 又刮鼓 分母是销售额年平均 请勾选它 这边就会出现这样子一个数值 可是因为它是成长率 所以我会刻意的把这一个 这一个改成百分比的形式 所有的百分比 我都只会计算到小数位数一位 小数位数一位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有成长是负的 然后我等一下是要拿它来绘制 它的计算方式就是销售额今年减去 销售额年平均 然后被销售额年平均来除 毁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